欸 馬上把光收起來了 對 你就很吵 沒有帶行動電影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大家可以陪我滿大的夢玩 然後其實現場看到 都是過去一起努力過的夥伴 希望我們今天的演出 不會讓你們失望 謝謝你們過去的陪伴 謝謝你們 然後我記得 我小時候 大家應該都參加過運動會吧 有 國小的時候呢 我去參加運動會 那時候我應該算是班上跑滿快的 所以我被派去參加 一百公尺的 百米賽跑這樣子 然後呢 那天所有的家長都會帶自己小孩 去學校比賽 然後 那時候我 爸爸媽媽就帶著我 去過校比賽 然後在倒數321的時候 一名槍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會跑滿快的 結果 結果一跑出去我就馬上摔了一腳 然後 還沒跑完我就已經變最後一名 然後記得有一次我去參加游泳比賽 那天好像國慶日吧 對 然後我爸爸一樣也是帶我去 其中一個高中然後去參加游泳比賽 那時候我還小 可是他在高中舉辦 然後一樣也是 就是名槍之後我一游出去 然後鼻子又進水馬上就嗆到 我就掛在旁邊的線上 真的很糗 然後 就覺得 好像自己做了那麼多努力 好像沒有在最重要的那一刻 你得到一個成功 就不會有人肯定你 那 我覺得長大以後其實類似的事情很多 我們寫歌啊 然後我們創作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很孤單的 一定要做好 做成一個完整的作品的時候 大家才聽得到 大家才覺得 喔 你好像有努力喔 不過這些努力其實 很多很多時候都是要自己去 獨自去奮鬥的 很多時候要自己面對自己的挫折 自己的孤獨 有時候覺得自己像一顆石頭 不管怎麼往上爬 都抵達不了最高的山峰 注定一生是那往下的墜落 不過我後來回頭想 其實我每次跌倒的時候 陪伴我的人 我的家人 從來都不會說 你怎麼會摔一跤 你怎麼不跑第一名 從來沒有 他們只是一如往常的陪伴 一如往常的 對 就一如往常 一如往常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對 即便你在經歷過很多挫折的之後 所以其實石頭它只能往下墜落 不過呢 你們看看你們的身邊 你們的朋友 這些人是不是 應該都是你們的好朋友吧 你們的左右 是嗎 有人搖頭嗎 對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 在我們追尋夢想 在我們追求一些事情的時候 身邊陪伴你的人是誰 我永遠會記得 即使我最後是墜落的 但是我會永遠記得 陪伴我的這些風景 帶來下面這首歌 石頭